一輛接一輛奔駛在阿里山公路上 這事發生在凌晨一點多 十幾輛改裝車狂飆競速 不僅聲響擾人 車子還不斷跨越雙黃線超車 端午連假第三天 駕駛把台18線當賽車道 炒翻整個山區 居民不堪騎擾抱了緊 警方當場 藍茶道六部改裝車輛開罰 調閱監視影像比對 發現有十幾輛車跨越雙黃線 改裝車盡速半夜擾人親目 跨越雙黃線可開罰600到1800 不當改裝2400到960 至於改裝排氣管的部分 除了可譯噪音管制法 最高罰3600之外 恐怕也違反倒交條例16條 或43條 最高罰36000元 並吊扣牌照六個月 在台南 兩名少年 騎著沒有開啟車燈的機車 火速通過 沒多久撞上對向左轉而來的汽車 撞擊力道強大 機車當場起火燃燒 轎車也因此失控 撞擊民宅的圍牆才停下來 機車燒成了火球 消防隊飛快到現場撲滅火勢 兩少年身上多處骨折 還好意識清楚 被送醫搶救 沒有生命危險 雙方駕駛經酒車子均為禮 他們騎的是改裝機車 排氣管發出噪音 疑似停紅燈遇到巡邏車 嚇得加速逃離 卻高速撞上了轎車 雙方駕駛 酒車值都是零 確實的肇事原因 警方還要釐清 TVBS新聞紀鑑亨 顧守昌南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